大家好 很多花友养养花 尤其是养少量养花的朋友 可能都会自己制作一些柳树汁水 来给自己的养花使用 因为柳树汁水 它里面含有的水洋酸非常的高 可以促使养花的根系更加的强壮 本身水洋酸是可以有利于促使植物快速生长 那么我们给养花使用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我们制作柳树汁水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收集当年生的一些柳树汁 然后把它切成小段小段 大概5厘米到3厘米小段 或者切的更短都没关系 然后放到密封的容器中 把它浸泡15天左右 但是我们把它放到容器中的时候 大家尽可能把它敲碎敲扁 这样的话更加容易把柳树汁里面的水洋酸给浸泡出来 那么我们浸泡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大家担心浸泡不够多的话 我们可以延长时间 到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要对水稀释 就可以给兰花浇灌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把兰花的根仰状 但是我们使用这种柳树汁水来给兰花浇灌的话 它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比例 如果说我们把握不好 那么就很容易导致兰花的根系出现肥害 或者是发酵不到位 那么就很容易导致兰花的根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有些花有把握不好的话 不如使用这种兰科专用有机营养液 这样的话更加的好把握 按照正确的比例 一笔1000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15天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兰花长得非常的旺盛 这个芽非常的多 所以用这个柳树汁好是好 但是不一定比这个兰科专用有机营养液更好把握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正确制作柳树汁水 还有如何正确给它使用